本次成都大运会吉祥物融宝的原型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芝麻 从这个形象衍生出来的系列文创产品已经推出就深受消费者喜爱 相关产品的生产工厂也是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生产 在位于重庆福陵的一家玩具生产工厂 记者看到48条生产线开足马力高效运转 500名工人一刻不停正在为即将开幕的大运会做最后的备货冲刺 目前我们共有31款大运产品日产量在5万左右 比5 6月份增长了一倍 现在还有50万个订单正在加进生产 力争在7月20号左右交付 眼前正在生产的川剧变脸系列就是人气爆款商品之一 一个绒宝有5个面具每一个都要完美贴合 精度误差控制在0.005毫米 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 难度很大 一个是头饰的细节很多 另外一个就是对表情的要求很高 所以在设计之初 我们的建模工程师是经历了反反复复20多次的改稿 最终经过精雕细作才呈现出现在这样 在另一条产线记者看到 住宿 喷会 移印 组装 经历20多个环节后 爆款系列太空荣宝就诞生了 设计师告诉记者 在手办这个品类中 太空荣宝是第一款带有磁吸开灯功能的产品 光零部件就超过50个 火箭只要吸到太空荣宝背包背后的时候 它整个面罩的灯光就会开启 事先这个磁控开关的 我们需要加一个磁铁 第二个是需要一个磁控的一个PCBA板 就是芯片 作为一个唤醒灯珠功能的一个介质 工艺是在这里比较难的 工厂负责人预计 开幕事前后 企业将会迎来生产的最高峰阶段 我们将增加10条生产线 另外公司还预备了1000名工人 可以随时进行调背上岗 每天产能可达到15万个 我们下期见